大批秘魯警察在庫斯克市 拿著盾牌對著抗議群眾 猛放吹雷瓦斯 一些示威者向警方丟石頭 遭到鎮壓多人受傷倒地 秘魯前總統卡斯蒂略 被國會免職遭到拘留以來 引爆各地的抗議 大批群眾在首都利馬集結 幾名衝突 僅造成四十二人死亡 眼看事態嚴重 秘魯政府週六宣布 首都利馬和其他三個地區 進入緊急狀態三十天 而以色列也爆發大規模的示威 週六有超過十萬人摸著風雨集結 在首都特拉維夫 許多人揮舞國旗 拿著打倒獨裁的標語抗議 以色列自極右派組閣之後 提出司法改革計畫 將賦予國會對司法系統 有更大的控制權 民眾因此憤怒走上街頭 另外數以萬計的葡萄牙教師 和學校員工聚集在首都馬德里抗議 要求加薪以及更好的工作條件 葡萄牙最低級別的教師 月薪為一千一百歐元 大約新台幣三萬三千多元 不夠生活所需 奉而要求政府提出解決方案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